现在中国大陆其实 也让美国很怕 为什么呢 除了东风飞弹之外 我告诉你 还有更厉害的巨浪三型的飞弹 美国也很担心 因为这代表着 中国大陆只要安装在潜舰上 它可以在沿海地区 发射这个巨浪三 直接攻击到美国本土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潜舰到底在哪里 潜舰厉害的地方就是让你 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里 突然间飞弹可能就发射了 欧雅时报报导 五角大厦最新分析 它说有史以来 解放军首度常态性 维持至少有一艘 核弹道飞弹潜舰巡航 它说设法要阻止 北京扩军的美国 及其盟友的压力逐渐的增加 中国大陆现在是有六艘 晋级的弹道飞弹潜舰 它说几乎不间断 从海南岛的榆林 海军潜舰基地进入南海巡航 简单话说白一点就是 解放军一直有潜舰 在南海巡来巡去 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 柯顿表示 他说三月的听证会 他就已经说了 中方的潜舰 现在他们已经 可以装备打击美国心脏的 超长城巨浪三飞弹 因为剩下一点时间 我把这个讯息说完 等一下我们再请两个来 帮我们评论 巨浪三为什么可怕 因为它的射程有够远 它是超过一万公里 所以可以从中国大陆的沿海 直接打到美国的内陆 而且它具有多枚的弹头 但是中国大陆 它会不会安装核弹头呢 不知道 但是它有这个能力 可以从沿岸的水域 打到美国 这个是来自 美国海军官网的资料 所以现在重磅消息就是 美国出了东风快递 可以把航母拒止之外 接下来还有巨浪三行 亮哥你怎么看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军工产业 很多的这个军武 现在也是会让 也是能够达到震折美国的 这个我们讲核潜艇 主要是它那个飞弹的射程 那另外一个还有 就是不让你查到我的 那个技术 比如说最近也有一些传出 可是这个东西都很难得到证明 就是中国大陆 它可以发射一些反射坡 让你声纳查不到它的位置 因为我们知道和那个潜艇 就要声音让你听不到 安静 那这个部分做得最好的是日本 那日本是让那个参龙潜艇 它那个做到近乎听不到声音 这种技术到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了 那结果它赫然发现 中国大陆另辟蹊径 说你用声纳要去撤它的时候 它可以用反 反声纳波让你撤不准 以为是海浪的声音 对对对对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就蛮可怕 这突破性的科技 就是你就抓不到我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那接下来就是你拥有的武器的射程 那当然这个巨浪三就会引起极大关注 因为它可以在任何位置 因为射到美国事实上 一万公里就已经射到了 那如果它已经离开了 然后你找不到它 那这个就当然就构成美国的极大的一个威胁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叫战略威慑的部分 对 这个坦白说了真的要动到这一级的武器 那世界也差不多了 的确但是现在中方等于是 因为你有我也有 对秀肌肉嘛你有我有嘛 事实上真的两大国和五大国到最后较量的都不是这些东西了 可能都是反正大国的博弈会在各个领域爆发了 科技啦经济啦政治啦 那中国大陆今年我觉得在落实它本身的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见过它自己的各个多边的朋友圈啊 嗯就是欧洲的朋友圈 然后中东也是啊 然后东南亚要进入3.0了 然后还有南美洲啊 接下来卤拉生病好了要去了嘛 对好像4月中嘛下个礼拜 对啊所以所以我觉得他他今年蛮忙的啦 所以他对美国啊 我的感觉是他对美国已经完全失去信任了 嗯所以如果你只是要来跟我谈一谈 那就拿东西来交易吧 因为他对于你的承诺或者你这个虚张声势的东西实在是没有兴趣 是 所以因为今天也传出一个新闻说 这个就因为现在这个蔡英文已经回来 回台湾了嘛那美国就要急着找中国大陆啊 那听说是失踪啊 找不到人哦蔡英文刚刚落地了 嗯OK找不到人的意思就是 那我要知道跟你对话的相关条件是什么 不然我跟你拜登对话干嘛 对啊有什么好谈谈那么多次也没谈出一个什么来啊 而且表面上谈出有些东西事实上都没有照做嘛 是 所以等于是跟你谈是没有用的 他不如花精神来跟马克宏谈 真的 花精神来跟他喝杯茶吃喝饭 不因为这个东西是实的啦 对他知道法国今年需要中国 因为法国今年的经济成长一般预估只有0.6 那中国是5.2起跳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就成为法国的主要目标嘛 而且他有LV啊有红酒啊一大堆这个奢侈品 谁是最大的消费端这个都知道嘛 而且最新的这个富豪榜啊 就是LV的这个集团的总裁 他是世界富豪哦 已经赢过了马斯克哦 这个LV你不要小看他啦 他的市值有4700多亿美元 实际上是很大的集团啦 那因为法国这个国家的经济比较多元 像刚刚我们蔡委員也讲到嘛 比如说核电啊 那中法有合作的经验 还有空中巴士啦 很多啦 他第一名的企业叫道达尔石化集团 他也想跟中国合作啊 所以事实上法国 而且法国跟中国的贸易 今年才突破1000亿欧耶 这个是远远落后中国跟德国的贸易额啊 中国跟德国的贸易额已经接近3000亿了啊 所以就是说法国跟中国 真的有很大的空间啊 是的确 那个中国的发电 刚刚我们蔡委員有提到 中国现在要符合气候变迁的一些要求嘛 他要发展绿电 对 那核电已经被欧盟接受了 他基本上是属于这个绿电嘛 那中国现在发电占比只有4个percent 那基本上 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发展到10个percent 所以这个空间很大啊 那他过去合作的经验就是法国啊 所以我觉得法国的企业家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些要害啦 所以啊 法国呢 现在赶快把他们的技术 把他们的设备给卖过去了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双航母时代来临了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山东舰说首度使出岛链 然后呢 大家又把他跟这个 蔡英文跟麦卡锡的新闻挂在一起了 但是 有扯这么远吗 你知道吗 中国军事专家都觉得 这很正常啊 王云飞说 这次远洋训练意味着 山东舰已经形成了初步作战能力 可以执行战备任务了 那除了辽宁舰 山东舰未来就是双航母的关键海域了 其实军事专家宋中平也说了 他说他的形容 我觉得蔡委员会喜欢 他说呢 山东舰到太平 西太平洋训练 他说呢 就是这证明嘛 我们辽宁舰山东舰都不是宅男 我们都可以走出去 航空母舰是非常昂贵的 军事上的投资跟设备 当然不可能关在家里面当宅男 如果关在家里面当宅男 还不是完全浪费掉了吗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